以西节书 第二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 人子啊 要为推罗做起哀歌 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部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 用利巴嫩的香薄树做桅杆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象牙向前击蹄海岛的黄羊木为作板 你的棚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大吉 你的梁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 西顿和雅发的居民做你当奖的 推罗啊 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 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波斯人 路德人 福人在你军营中做战事 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尊荣 雅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勇士 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 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 拿银 铁 席 铅 兑换你的货物 亚丸人 土巴人 米社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 婆家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 抵旦人与你交易 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 他们拿象牙 乌木与你兑换 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布绣货 细麻布 珊瑚 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米腻的麦子 饼 蜜 油 乳香兑换你的货物 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 微诞人和亚丸人拿纺承的线 亮铁 贵皮 仓扑兑换你的货物 抵旦人用高贵的毯子 安 替与你交易 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 都做你的客商 用羊羔 公棉羊 公山羊 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 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 哈兰人 甘尼人 伊甸人 士巴的商人和亚述人 基摩人与你交易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 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薄木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他师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 极其荣华 荡奖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你的资财 物件 货物 水手 掌舵的 捕逢的 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 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交也都必震动 反荡奖的 河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使头上光突 用麻布束腰 嚎啕痛哭 苦苦悲哀 他们哀嚎的时候 为你做起哀歌哀哭 说 有何成如推罗 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 你由海上运出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财 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你在深水中 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 就都沉下去了 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 面带愁容 各国民中的客上 都向你发嘶声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约翰福音第六章 这世以后 耶稣渡过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亚海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洁尽了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誓言费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上了船要过海往加摆农去 天已经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门徒姚鲁约行了十里多路 看见耶稣在海边上走 渐渐进了船 他们就害怕 是我 不要怕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 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日 站在海那边的众人 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 只有一只小船 又知道 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 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然而有几只小船 从提比利亚来 靠近主住歇后分明给人吃的地方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船 往加摆农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主啊 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复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心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心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唯独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 这个人 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 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这些话 是耶稣在 加百农会堂里 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 门徒为这话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人子 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意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 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 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 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 是指着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尤达说的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一宿的 十篇 第十二篇 大卫的诗交与林长 调用第八 耶和华呀 求你帮助 因前程人断绝了 世人中间的中性人 没有了 人人向林社说谎 他们说话 是嘴唇油滑 心口不一 反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 耶和华必要见主 他们曾说 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 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 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 把它安置在 他所切勿的稳妥之地 耶和华的言语 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 在泥鲁中练过七次 耶和华呀 你必保护他们 你必保佑他们 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夏榴人在世人中升高 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